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时宜 把土豆切成丁,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这种做法我还是第一次 有饭,有菜,有肉 好吃又营养 老少皆宜 天天吃都不会腻 非常的香 做法相当简单 那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根据家里面的人数 准备适量大米 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简单的淘洗淘洗 洗去大米里面的灰尘 再把淘米水倒掉 淘米水可以用来浇花 再次加入清水 放在一边 浸泡10分钟左右 跟着准备两个土豆 把皮去掉 再给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丁 大小呢 就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切就行了 切好装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土豆浸泡着备用 防止氧化变色 接着准备几朵新鲜香菇 放入碗中 加少许的清水 把香菇打湿 加一勺面粉 在像视频中 把每一朵香菇都好好的搓一搓 面粉可以把香菇上面的脏东西 可很好的吸附出来 搓均匀之后 加入清水 把香菇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放入提前烧开的水中 把香菇焯一下水 这样吃起来 会更健康 两分钟的时间 捞出来 放菜把上 不烫手的时候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小丁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碎一点 切好 装入盘中 半个胡萝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细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瘦肉 把它改刀切小 再剁成肉末 装入盘中 两头大蒜切成片 一个生姜切成片 再切成姜蒜末 切好 装入盘中 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先把葱白切碎 和姜蒜末 放在一起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 锅中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把它烧开 十分钟的时间 将浸泡好的大米 控水捞出来 放入烧开的水中 用铲子推动推动 防止粘锅底 先把大米煮至半熟的状态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再给它捞出来 放入漏盘中 控水 跟着 将土豆捞出来 装入碗中 再把米饭倒进去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把它们倒入蒸笼里面 用筷子整理平整一点 这样能使它们受热 更加均匀 更容易蒸熟 然后把它放入锅中 水开后 沾十分钟左右 把土豆 大米蒸熟 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锅烧热 加一勺油 油热之后 把肉末倒进去 快速翻炒 使肉末变色 肉末变色之后 把葱姜蒜末倒进去 香菇倒进去 胡萝卜倒进去 快速翻炒 炒出香味 炒至断生 然后 加一勺豆瓣酱 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 加一勺生抽调味 这里要是盐不够的 可以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其他的调味料 我们就不用加了 因为豆瓣酱里面的盐分 就已经足够了 这样吃起来呢 也会更香 最后把葱花倒进去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盐分开 装入盘中 现在的土豆米饭 已经蒸熟了 打开盖子看看 不知道熟不熟的 可以尝一尝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 再把炒好的肉末放上去 哇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就很香 有饭 有菜 有肉 营养均衡 放菜一锅 省时省力 土豆吃起来呢 特别的粉面 大米是采用蒸的 粒粒分明 吃起来一点也不腻 每吃一口 满嘴流香 以后土豆不要总是炒着吃辣 您可以像我这样做 就连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